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这里是抽风 首先呢 祝大家圣诞快乐 然后我们就要说一下 可能让某些人不胜快乐的事情 Steam又开始坑钱了 这胖又把他那张罪恶的双手 伸向了我们 Steam的圣诞特会 正式的开始了 但是这一次的圣诞特会 我说句实在话 对我来说 我个人认为我是比较失望的 简单总结一下 大概是有三点原因 第一 大家记不记得 在秋季特会的时候 我们投了一个奖项 叫做好像是玩家社区奖 还是什么的 反正Steam搞的这样一个 奖项的投票 然后其中有一项呢 是玩家自定义的奖项 那么那一项呢 据统计大多数玩家 都投给了最应该出续作的游戏 也就是半条命二 在这一次的冬季特会呢 也是Steam公布了 这个所有的获奖的候选名单 并且有个最终环节的投票 然而细心人都发现了 Steam又把半条命二这个事给忘了 我感觉好像J胖已经彻底忘记了 他手里还有求生之路二 半条命二和传送门二这些游戏的事 J胖的家伙从来都不会数三 这是其一 其二呢 是这一次呢 很多游戏的打折力度呢 并不是特别大啊 接连两次 一个万圣节 一个秋季特会 可能是因为打折的频率太密集了吧 可能不想让很多玩家觉得 我万圣节买了东西 秋季特会买了东西 然后现在突然间又变便宜了 会让人很不爽 所以这一次比如说像之前我们提到过的 或没有提到过一些大作啊 比如说彩6 全境封锁啊 JT5 文明6 羞辱2 巫师3 古墓丽影崛起的20周年版 依然呢是历史最低价 但是并没有击穿它的这个价格啊 跟之前的特会的价格就差不多的 大家如果想买以上这些比较热闹的游戏的话 可以考虑入手 第三让我非常不爽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因为一个游戏打了折而不爽 但这一次真的是非常的不爽 因为除了上述我说的那些游戏呢 开门狗2 极限巅峰这两个游戏呢 也打折了 这两个游戏上市的时间 没几天吧 我他妈高买 我看一下我的游戏时间 极限巅峰还好一点 我还玩了四个小时啊 开门狗2 我他妈就玩了20分钟 都打折了 你就以为打几折 你以为像文明那样打九折吗 没有 他们打了一个六七折 所以呢 玉碧 麻烦你看一下我的口型 所以说这次的特惠啊 真的让人非常的不爽 除了刚刚说的那些大作呢 还有一款大作呢 也要拿出来 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辐射4 辐射4本来是我不想说的游戏 这次呢 虽然也是历史的最低价 卖这个65块钱 但是大家如果 还没有入手辐射4 像入手辐射4的话 山果卖49 千万不要因为买了死地幕 买了后悔哦 好了那么咱们本期的这个剁手推荐 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可能呢 好了我们言归正传 言归正传 这个节目不能动 快就结束 我真怕你们打我我靠 这一次的活动呢 虽然是真的不怎么太给力 但依然呢 是有一些 我认为比较不错的游戏 可能以前推荐过 可能以前没有推荐过 在这一次 我个人认为 比较值得入手的游戏 带来给大家 那么不光是一些单独的游戏 有一些也是游戏的捆绑包 那么一开始啊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 比较好玩的东西啊 这一次啊 一上来 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了这款游戏啊 叫做影子将军 它是一款类似于 盟军赶死队那样的策略游戏 现在这个年代啊 这种游戏很少了 相信这个游戏呢 很多玩家也都知道 那么为什么拿出来推荐呢 有个人会说 你看才打了九折 有什么好推荐的呢 我教给大家一个 非常好玩的事情 但是这个方法 我非常不建议大家用 因为用了之后 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后果 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后果 不一定会发生 对吧 除了推荐游戏 偶尔要教大家一些小技巧 大家看一下这个影子将军 我们有个办法 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到 但是需要呢 承担一定的风险性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影子将军 它有一个捆绑包 我们打开这个捆绑包之后呢 会发现它里面一共有 一二三四五个游戏 这五个游戏 打包在一起卖多少钱呢 卖171块钱 如果你把这五个游戏 一次性都买掉的话 需要花171块钱 有个人会问了 我又不想要那四个游戏 不想要那四个游戏 没有关系 Steam有一个退款规则 你刚买游戏没有玩 退款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如果你只想玩 影子将军这一款游戏的话 你可以买完捆绑包之后 进行一个买五退四 买了一个影子将军 把剩下四个游戏全部退掉 我自己呢并没有尝试 但是我咨询了一下 尝试过这样做的朋友 他说如果你这样做了的话 大概影子将军呢 是60块钱左右 可以入手 可以算是一个非常低的折扣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规则上的漏洞 你在Steam上 如果你一下买了五个游戏 还是捆绑包 你直接退掉其中四个的话 有可能是退不掉的 有可能是退掉的 有可能你退掉了之后 Steam会给你发一封邮件 告诉你 我们的退货规则 不是给你呀试游戏的 然后他会封掉你的退款权限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冒这个险的话 可以试一下 但是我非常不推荐大家这么做 好吧 这只是一个小技巧 小漏洞 说完了影子将军 我们来说这一款监狱建筑师 这款游戏啊 是让你建造并管理一座 高防备监狱的非常萌细的模拟策略类的游戏 打了一个25折 打了一个25折 原价88 限价22 但是我话还没有说完 大家呢 跟随我的眼光啊 往下看一下 你会发现在捆绑包的位置 有一个23块钱的捆绑包 我们打开这个捆绑包 你会发现它里面有五个游戏 绝大多数的玩家对那种非中文的游戏都不太感兴趣 我经历过了前两次推荐之后呢 很多玩家跟我说 不要推荐那种非中文的游戏 是吧 我们又看不懂 我们又不想玩 但是这个捆绑包却非常值得入手 为什么呢 监狱建筑师 22块钱 加1块钱 洗加4 这四个游戏都很好玩 真的 都很好玩 你可以不玩 1块钱 洗加4 如果说你不想买监狱建筑师的话 那你可以无视个捆绑包包 如果你买了监狱建筑师 是不是 为何不加1块钱 再得4个呢 黑暗之魂3 来自宫崎英高的 爱意 这款游戏是干啥的 是咋玩的 就不用我多说了 是吧 这一次呢 给了一个历史最低的价格 豪华版 是258块钱 大家如果喜欢这系列游戏的话 如果以前没有买的话 非常推荐大家买一下 反正你买了机票之后 后续的DLC都是免费的 虽然说第一个DLC比较让人不满意 但毕竟是比较赶工 大家可以期待后续的DLC 不过黑魂3这个游戏 我当年为什么要买它呀 我又通不了关这是 骑马鱼砍杀战团 这个游戏在我当年最早玩它一代的时候 我当时在想 这种垃圾画质的游戏 我看着都想吐 结果呢 被人安利买了一张碟 在宿舍里玩了三天三夜 这游戏呢 这次呢 是打了一个非常大的折扣 一个历史上最低的价格 但虽然说是历史最低价 但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折扣 是24块钱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 纠结于DLC的玩家的话 可以考虑下面这个包 就是52块钱 就是骑马鱼砍杀战团的 全DLC 实际上就是两个DLC了 是吧 不过 如果你真的考虑买这个52的包的话 为什么不买这个62的呢 加10块钱 还得俩游戏 一个是骑马鱼砍杀1 一个是火雨剑 虽然你买了可能也不玩 对吧 但是10块钱俩游戏 好像是比不过之前的1块钱4个 是吧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游戏 有没有正版 还想让我给你一个 不买它的理由的话 也是有的 骑马鱼砍杀2 虽然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上 但是我操他妈也该快了吧 骑马鱼砍杀2 我记得当初的谣传是12月17号 还是多少号来的 今天他们几号了 号称在2016年能让我们玩到的七卡2 我们没有玩到 是吧 如果你想省点钱 你可以告诉自己 我觉得七卡2应该快 还是等那个吧 欧洲卡车模拟 是吧 欧卡老司机 如果说你玩游戏抽卡总是不顺 怎么都没有SSR 黑的跟他们社长一样 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游戏 会让你变成欧洲老司机的 这款游戏呢 依然是一个历史追击的价格 不过好像在万圣节 秋吉特会的时候 也是有这个价格啊 是打了 还是24折 24块钱啊 一个欧卡模拟 那么你以为花了24万就完了吗 欧卡模拟的DLC 那就一个多样 全部DLC要307块钱 我建议你啊 不要买那么多的DLC 知道吗 这种高你真的模拟类的开车的游戏 实际上就是让你在路上 模拟一个司机在开车 开车开车开车 没有什么特别刺激的事情 你在公路上开车能有多刺激呢 虽然说德国不限速 你也快不到哪里去 那么把这款游戏推演给大家呢 如果有兴趣的话 其实我建议如果你以前没有玩过的话 你可以买一下欧卡2的本体 只需要24块钱 DLC什么的可以先不考虑啊 是一些地图包啊 这类的东西 但是如果一旦你沉迷了 我保证你会渐渐的买掉所有的DLC 然后还要买个方向盘 到时候不要来砍我 好吧 你想知道我欧卡2买了多少DLC吗 no 就是这样了 前面没有栏杠就是没买的 买了好多啊 无主之地2啊 设计与RPG的完美结合 这款游戏我也不用过多跟大家介绍了 是吧 这次呢也是依旧是最低价格 大家以前也是有过的 16块钱买一个本体 但是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想玩这款游戏的话 为什么不加11块钱 买一个全DLC的版本呢 才27块钱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你想玩的是无主之地2的话 如果你不想玩1的话 千万不要买这个31的版本 这个31的版本呢 是无主之地1的全DLC 加上无主之地2的本体啊 千万不要买错了 那如果你再疯狂一点的话 买个他家的大包 我倒是也不拦着你 无主之地一共有三部啊 1 2和前转 我个人比较喜欢2 那两部不太喜欢 群星 批设的太空策略游戏 你让我介绍吧 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你可以去百度一下这款游戏 如果你没有听说过的话 这款游戏呢 这次的折扣呢 非常的迷 它的本体卖75块钱 然后它的NOVA版卖53块钱 然后它的银河版卖72块钱 我有点脑子回路赚不过来了 我觉得应该是临时工干的事 大家如果要买的话 买这个NOVA版 这个银河版多出来的东西呢 都是一些电子书啊 电子壁纸啊 电子音乐那些东西 如果你觉得想说游戏的话 没有必要购买 但是如果你想花75块钱 买一个群星的本体 咱们不至于吧 不过批设游戏你要买的话 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它后面有无尽的DLC 在等着你 凑猫三部曲 铜捆包 历史最低 45块钱 这是个什么样的游戏 值不值得买 我就不多说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防御阵型2 这款游戏呢 相对而言啊 稍微小众一些 但是这款游戏 真的是当年颠覆了 我对塔防游戏的看法 我从来没有想到 塔防游戏可以3D化 到这种地步 曾经我的室友推荐我说 有一款塔防游戏可好玩嘞 是吧 你玩一下3D的 我说3D塔防谁没玩过 是吧 魔术里的地图都3D的 但是当我玩到了防御阵型之后呢 三关都又颠覆了 如果你喜欢塔防游戏的话 一定不要错过这款防御阵型2 价格呢 老样子 跟上次的优惠 和上上次的优惠都一样 12块钱 如果信我的话 如果喜欢玩塔防的话 买一个试试 绝不后悔 然后呢 本次的推荐呢 也是渐渐的进入了吻声 吻声 吻声 我现在这个发音都已经不准了 这次的游戏呢 叫做The Bridge 球 大家看一下这个动画 大概会知道它是个什么样的玩法了 是吧 它会利用你的视觉错觉 是吧 然后让你转变你的视角 开拓你的思维 思维 我这两天这个嘴啊 我都控制不住了 开拓你的思维 然后进行解密的一款游戏 今天只卖6块钱 当年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真的是热泪盈眶 热泪盈眶啊 不是被感动的 是他们累的 最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游戏呢 叫做To the Moon 去月球 这款游戏呢 实际上是一个RPG Maker 做出来的游戏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概念里的RPG 小游戏 很多玩家对这种游戏呢 都是不屑一顾的 这一次呢 价格也比较低 9块钱 我就特别把它拿出来说一下啊 这个游戏的玩法非常简单 用键盘啊 操作 然后来进行解密 然后探寻这个故事背后的真相 第一款让我玩到真的热泪盈眶 跟上一个那个热泪盈眶 是两个概念的热泪盈眶啊 让我热泪盈眶的游戏 当你玩够了大型的游戏 当你在COD里射累了的时候 在战地1里射累了的时候 在看门狗里射累了的时候 在巫师3里打牌打累了的时候 在辐射4里捡垃圾捡累了的时候 不妨静下心来 找一个空闲的时间 玩上这一款 轻心的 治愈的 括号是忧郁的愈 这样一款游戏 也许会让你对游戏 有新的认识 也许会让你发现 游戏有的时候 不只带给我们爽快 不只是打发时间的工具 更能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升华 好了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本次的剁手指南 消费需谨慎 游戏你的游戏 不要被游戏做游戏 咱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